今集帶大家看的就是第一個在舊啟德機場跑隊上建的新樓盤 它就是維港一號 究竟在又長又矽的地段上建樓 在風水上有什麼特別的呢? 立刻帶大家去看看 維港一號在啟德城峰道21號 它由兩座高座和一座低座的住宅組成 提供大約1059個單位 面積由329呎至1793呎不等 預計關鍵日期在2023年3月尾 今次說的維港一號和以往的新盤有點不同 因為它是第一個在舊機場跑道上的新盤 大家都知道舊機場跑道是屬於又長又矽的地段 自從機場在98年搬到赤立國之後 舊啟德機場這條跑道在風水殼上來說就變成了直水 向著鯉魚門的出水位 而且沒有了飛機的有來有往升降的效果 對於啟德這個新地段來說 就形成了一個有出無入的大漏財格 不過隨著郵輪碼頭建好之後 情況就有些改變了 因為透過大型郵輪來來往往 趴岸上落客的帶動 令到這條舊機場跑道有些新氣 所以這一點對於啟德區這一帶來說 絕對是一個重要的風水因素 好了又說說這次推出的這幾座各自單位的朝向 正如剛才所說 由於它是起向又長又矽的舊跑道上面 所以大廈兩邊都是立著維港的海景 我首先分析一下第一A座和2A座 我以羅間實地量度 再配合發展商提供的平面圖資料 綜合來分析 得出了以下的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現在大家看到的分別是1A和2A座 2-3樓、5-12樓、15-23樓、25-33樓 以及35樓的單位分佈圖 而這兩座主要的朝向都有兩個 當中的1A座的AGH單位 以及2A座ABH的單位 他們是以座西向東為主 以望著九龍灣的一邊 先導上來說是屬於下元八運的一個旺財先導 正向的一邊有觀塘、避風塘作為一個聚水位 原則上都算不錯 不過這種當旺的氣勢 去到地運九運的時候就會有些減弱 所以獲得的分數都是屬於中規中矩 另外向相反方向望港島區、維港景的 1A座B-F單位 以及2A座C-F單位 線道上來說是屬於一個旺人圓文昌的線道 以里氣和外國聯頭的配合 特別是在風水上的氣勢 延續性都算是強 所以我認為向這邊的單位分數是比較高一點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1B座2-3樓 5-12樓、15-23樓、25-33樓和35樓的單位分佈圖 而這一座1B座主要的朝向有兩個 當中包括了A、B、H的單位 它是以坐西南向東北為主 另外C-G的單位 它是以坐東北向西南為主 這兩邊所立的線道都不算是理想 里氣和聯頭都不算配合 所以不算是高分的 我們又看看2B座2-3樓、5-12樓、15-23樓、25-33樓 以及35樓的單位分佈圖 這座2B座主要的朝向有三個 當中包括了D-G的單位 它是以坐北向南為主 雖然是立著維港境 但所立的線道不算是理想 所以也不算是特別高分 反而向相反的方向 以坐南向北的H、J、K的單位 所立的是一個往事業運和權力運勢的線道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邊比較好 最後我們又看看坐西南向東北的A至C單位 這邊同樣是以望着九龍灣內區一邊作為景觀 線道上來說也不算是當旺 所以總括來說 我個人認為1A座和2A座所立的線道相對較為優勝 其實除了朝向線道之外 風水河也很重視外國聯頭的配合 以及紮運的延續性 今次的維港一號 它所在的地段其實也挺特別 它是立在一條又長又直的舊跑道用地上 這一塊用地受到一定的局限 所以在可預期的將來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新樓盤 在景觀上對它有影響 也就是意味著 它立著維港這個水局的景觀 應該都有些保證 所以綜合線道和外局來分析 我會給它一個中等至中上的分數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們更多的風水命理 年上獎賞和易經的節目 歡迎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這個鐘仔 前段診檢查我們